自从特朗普上个月29号表示 美国企业可以继续向华为出售零件 美国政府中对华鹰派就一直试图阻挠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就是否解禁华为给出明确决定 政府混乱和迟疑 让将华为视为重要客户的美国企业们十分头疼 美国半导体行业一直在努力游说政府恢复对华为的销售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7月22号报道 当天下午特朗普会见了多家包括半导体公司在内的科技公司高管 讨论对华为禁令的问题 谷歌 高通 斯科 英特尔 美光半导体 西部数字和博通的领导人都参与了22号的会议 这些公司近来一直在推动政府 兑现特朗普上个月的解禁承诺 放松下华为出售芯片和其他技术的限制 在22号下午的一份声明中 白宫表示 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商务部及时做出许可决定 总统也同意了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财长努母亲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参与了此次会议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些科技公司对会议结果只字未提 但对此次会议表示感谢 美光表示 我们相信战略技术投资和确保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进行公开公平贸易的政策 对美国目前的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英特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定期与特朗普政府就英特尔和我们行业重要的问题进行沟通 我们很高兴能和其他同行一起参加今天的白宫经济会议 分享英特尔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 前不久 特朗普政府授权国务卿蓬佩奥 签署了向台湾出售22.5亿美元的武器 并同时安排了空心菜过境美国 得到诸多粉华议员的接见 严重挑衅了一个中国的底线 彻底激怒了中国 中国除了在东南沿海举行实战学习以外 还第一次祭出了大杀器 正式宣布对受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这也是中国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 制度以来第一次对外国企业实施制裁 可谓是杀鸡儆猴的祭旗之举 一 彭佩奥借刀杀人 按理来说 美国政府要对台出售武器 应该是特朗普总统亲自签署军售法案 但是这一次特朗普却玩弄了花招 授权给了国务卿彭佩奥来签署 嘿 有这种好事 彭佩奥自然开心得不得了 作为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 彭佩奥一直是军工巨头的代言人 对台军售可是肥缺 利润太丰厚了 而且彭佩奥还在里面携带了私货 在他签订的108辆重型坦克合同里 明确要求 必须安装霍尼维尔公司生产的发动机 签订合同以后 霍尼维尔公司自然已就成为了中国政府制裁的对象 可问题是 霍尼维尔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他们只是发动生产商 而不是坦克生产商 所以他们就跳出来中国喊冤 因为他们确实是躺枪了 但是 中国显然不会管他那么多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给咱演苦肉计呢 喊冤无用 霍尼维尔便开始联合其他受制裁企业 集体起诉特朗普政府 因为蓬佩奥在这背后 其实是有一番算计的 原来蓬佩奥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 创立了一家军工企业 数年之后就把公司卖给了霍尼维尔的竞争对手 克莱斯勒公司 而目前 M1A2两大发动机提供商 就是霍尼维尔和克莱斯勒公司 非法出售的108辆坦克都采用霍尼维尔发动机 AGT1500燃气轮机发动机 而不采用克莱斯勒公司的发动机 这背后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2.霍尼维尔狗急跳墙 蓬佩奥借刀杀人的算盘打得响 如果这次霍尼维尔公司真的遭到了制裁 未来将会失去中国和亚洲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并很可能陷入破产的困境 这样一来 未来M1A2的发动机也将被克莱斯勒公司垄断 面对这些危局 霍尼维尔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救 俗话说得好 兔子逼急了 还有人呢 霍尼维尔选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 据纽约时报报道 霍尼维尔公司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要起诉特朗普政府 控告白宫非法干预美企经营 虽然这108辆重型坦克的审批和签字 都是蓬佩奥负责 但是如果白宫和特朗普不授权给蓬佩奥 以国务卿的权利 不可能签订这份价值22亿美元的合同 霍尼维尔聘请的律师团也表示 从整个武器销售合同来看 受益最大的就是通用动力公司 却给霍尼维尔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蓬佩奥在签署这份合同时 并没有告知霍尼维尔作为发动机提供商 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公司将会主动采取措施 起诉特朗普政府 当然蓬佩奥这次也在劫难逃 标榜自由市场的美国 不仅打压外国企业是家常便饭 比如去年对中兴和华为的打压 甚至无耻地指使加拿大绑架了华为CFO孟晚舟 并且非法干预美企经营也是有传统的 这一次为了有效促成这笔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狡猾的蓬佩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非法打压护尼维尔公司 暗中扶植自己的利益同盟克莱斯勒 在此之前 白宫非法干预罗罗公司 阿尔斯通等等 这些都是白宫的龌龊行径 如果美企再不采取措施 警告川普内阁 未来还会有更多美企遭到陷害 三 特朗普可能要获取消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这一次是典型的违法行为 比如 霍尼维尔公司的产品被非法用到了M1A2主战坦克中 在此之前 公司生产的所有发动机设备 都是用于美国国内武器采购 但这次这108辆重型坦克的发动机 已经被非法出售 显然这触犯了公司的知情权 霍尼维尔被暗算 显然不会坐以待毙 事实上 除了霍尼维尔之外 其他三家受制裁公司也损失很大 以通用动力为例 表面上 这家公司受益最大 但是 一旦制裁成功 它就是受损最大的美国企业 作为一家全球最大的环保发电集成和大型飞机零部件生产商 它的长期损失也在数百亿美元以上 看到霍尼维尔宣布要起诉特朗普政府 通用动力也发出声明说 将以企业正常经营受到白宫干扰违法律依据 起诉特朗普政府 另外两家公司也同样由此打算 雷神公司作为民用雷达领域先进的设备提供商 如果被制裁 损失也不小 另一家公司 傲时科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美国媒体纷纷报道 并给他们出主意 你们干脆一起起诉特朗普政府算了 收市更大 胜算更大 还能节约律师费 还别说 这几家公司还真听进去了 决定抱团取暖 对抗特朗普的极权和暴政 这样一来 无疑对于特朗普竞选连任 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也分析了 尽管这四家企业抱团起诉特朗普政府 即使败诉了 特朗普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因为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蓬佩奥想借刀杀人 可惜没有特朗普的借刀杀人玩的高明 事实上 特朗普授权给他 就是在给他下套 如果事情真的闹大了 或许白宫败诉了 特朗普可以弃居保帅 把签字的蓬佩奥作为替罪羊开掉 反正蓬佩奥早已是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 随着2020年总统大选愈演愈烈 一心想获得连任的川普家族 会对阻碍其获得连任的内阁成员进行清理 这四家美企是川普家族的主要金主 只要逼走蓬佩奥 四家美企将会乖乖地回到特朗普怀抱 显然 面对四家美企的压力 蓬佩奥成了替罪羊 最终只能被迫走人 这一回 蓬佩奥可谓是机关算计 反悟了轻轻性命 4 敢于亮剑才会赢 7月12号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回答记者关于日前美国宣布的对台军售计划时 史无前例地说出 国人期待已久的加音 真的是让掷地有声 道出了所有爱国群众 最想听最爱听的话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将对参与此次受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中国终于开始制裁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了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才刚刚宣布制裁美国 美国内部就已经乱成了一团 互相斗起了狗咬狗一地鸡毛 所以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救和平则和平亡 对于帝国主义者 就是要敢于亮剑才会赢 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越是怕东怕西的越是妥协退让 敌人越会得寸进食 从今往后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就是我们的打狗棒 谁敢乱叫乱咬 我们就打他 同时 这个事情也告诉了我们 中国作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 魔力无限 只要我们运用得当 我们就会拥有重新设计 全球产业链的权利 很高兴 同时 感觉 他